拔罐及刮沙都可以排毒 消除疲勒 更是臨床上經常用到的醫療方法之一 但是不是人人都適合進行拔罐及刮沙 多久進行一次治療 對病症最有效? 有三個人士 其實我們覺得應該要慎用 或不建議拔罐及刮沙 第一是孕婦的腹部和腰底部 我們不建議 第二是皮膚比較容易過敏 皮膚有潰陽、水腫 或皮膚相應局部的下方 有重要的血管分佈 這些部位我們亦不建議拔罐及刮沙 第三是老人家、小朋友 長期病患人士 未來是婦女 或者本身是青座年 但經常是體虛血藥的人士 一類型的人士 我們會建議在拔罐及刮沙之前 先諮詢你們的註冊中醫師 拔罐及刮沙的治療時間 或何時才能做一次治療 完完全全取缺於患者的需要 及體質情況 所以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亦是因人而異 不少人為了省錢、省時間 自行購買器具 在家裏進行拔罐及刮沙治療 此舉是否可恨 當中又潛在著甚麼風險呢? 由於拔罐及刮沙 亦是傳統中醫的療法之一 所以所有醫療程序 我們建議只有 受過專業培訓的 專業醫護人員才可以進行 因為只有專業的醫護人員 才可以評估病人的體質 及病情 從而作出一個專業的醫療判斷 從而避免不必要的醫療事故 及不良反應 其實拔罐及刮沙的 此力度及治療時間 是完全取缺於病人的病情 及體質 如果拔罐的時間掌控得不好 或是吸力、增恐壓力太大 或是刮沙的力度 掌控不了太大力 都會容易形成不良反應 在臨床上 最常見的不良事故 最主要是起碎泊 及皮膚會繪揚 如果有上述的情況出現 我們會建議 醫療患者 去尋求專業的醫護人員 去幫助我們處理傷口 避免進一步的傷口感染